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年36岁但已经入行15年的股唱文 以几乎满分的成绩 落了今届中年好声音二冠军 当大家以为有经验有唱功的他 参赛应该信心十足 原来他说十分之紧张 我也搞结了一会儿 搞结是因为加了这么多年 第一个比赛到现在 搞的就是我怎么以一个新的股唱文 去present给大家看呢 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大家听下去觉得会不会有进步 被很多顾虑自己 又要顾别人怎样想我 我自己又怎样想我自己 我选什么歌我怎样去唱 就是很想present一件事给你 因为你越硬去做一件事 是否叫越和 就是越整越衰 最初很厉害的 所以我就不断手震 到了比赛中段 古卓文决定放松自己 好好享受在台上唱歌 如果你不设置框框给自己 你很开心地去唱 什么都不要想 只是想唱好首歌 那就发挥到最大的作用 古卓文今次参赛 没有想过要拿奖 而是希望有好的评价 获得认同 亚军的谭辉智 就给了很大啟发他 我经常想他是一个很佛系的人 即他是很松荣地上到台 我唱首歌 我是一个素人 我没有想过这么多人 无端端这样 很支持我 很喜欢听我唱歌 我上到台 那就唱 唱完 他真的唱得好 我觉得这个心态很好 上去就向他这件事学习 古卓文曾经参加电视台举办的 亚洲星光大道 虽然只有第五和最佳台风掌 但是比较幸运 比同属中袍混血儿的肥妈看中 带着他巡唱登台 比其他得奖歌手有更多的演出机会 拥有相当知名度 即当时心头高一点 一定有的 你早出道 那时节目有好的成绩 在所难免就一定会有些奥气 我一想起就很极端 要那些很厉害的 譬如Eason 容祖怡 妹姐 哥哥那些 很厉害的 很多粉丝 很多歌 很多人背 那时也有自己的歌 也有自己去唱歌 在未踏标之前 他唯有自我安慰 为何我没有这些 可以了 唱多两次就有了 一边唱一边唱 回到澳门 我都会有时想 为何好像 不是我想象中这样的呢 2014年 他签了澳门的唱片公司 也拿过一些当地的音乐奖项 但事业就走到樽颈位 他开始感到气馁 自己半红不黑的时候 那我就会觉得 应不应该继续走呢 是不是应该 我做我的司仪 就是政府show 读完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收钱就算了 但是唱歌 一向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我心想 唱了这么久 没理由现在放弃 很对不起自己 在2019年 古畅文陷入人生的低潮 试过一年一show 充满负能量 情绪十分低落 幸好让他遇上充满正能量的人 帮他脱离困境 直至参赛中年好声音2 令他改变很多 甚至不再次财奥物 经过2019年之后 自己陷入了低潮的时候 真正的反省 去到这个比赛更加没有 因为你不可以 因为你其他人 我们有一些是出过度的人 有些是数的人 其他人都是很down to earth 其实个人都很好 我不可以无端端 拿完我冠军 我就觉得 我好厉害 你们全部都是我 under me 不行的 就连演绎歌曲 他都要将旧有的方式打破 但是去到比赛 你除了要揮晒之余之外 观众是想看到你内心 唱那首歌 你对那首歌的想法 对那首歌的态度是怎样 就是你有没有嘴咀 那些歌词 咬字 发声唱歌是怎样 他要你 画你所有的内心的东西 你所有的力量去全神贯注 去唱好一首歌 这就是我比赛最大的 而最大的发现 是他自己真的很喜欢唱歌 唱歌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得唱就会很开心 因为参加比赛 有机会重返乐坛 古畅文感恩导师小辣椒 谷雅薇无条件地帮他 他承认两个人在过程中 不时有拗叫 我是要有人这样鞭策 才会越来越进步 还有你没有人鞭策 你觉得自己抢得很好 很快被人淘汰 而至于十几年前初出道的时候 就给机会他的肥妈 古畅文形容 是他事业上其中一个贵人 我学得最深刻的东西 就是肥妈教我一定要尊重人 尊重每一个人 哪怕你是一个CEO 首富甚至是一个清洁姐姐的 你都要一样 你要尊重人 接着要尊重你自己的工作 尊重你自己的舞台 尊重你的观众 因为如果观众不看你 你抢得出神日化也是没用的 还有你要尊重你自己 就是你要爱惜你自己 你要尊重你自己 赢了比赛之后 就被人称乐坛风纪的 殷尼姐姐批评 古畅文不但舞不快 更加表示会虚心接受 其实殷尼姐姐说的 游利 所有的东西 其实以我的理解 我不知道殷尼姐姐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我都不想去扭曲 大家不明白 就应该是说那些江湖味 烤味重那些东西 那以一个大的前辈 就是乐坛一个这么大的前辈 一个这么厉害的歌手 首先我很开心 他有留意我的表现 第二个就是 他是不是一语中的 就是他很直立地 就说了我的毛病的时候 因为你自己一个 你不会看得到那么多 你需要有外界的人 和一个真的非常资深 很专业的前辈 去告诉你的话 那就慢慢去改善 你江湖味 就是一杯很浓的茶 你怎样把它沖淡 就加水了 再加些滚水 一杯滚水是一些新的东西 就是新的资讯 这样倒下去 你混在一起 做了一个新的股畅物